植物既赏心悦目又对健康和环境有帮助 因此许多人都喜欢把植物摆放在家里 装念自己的生活空间 享受植物带来的清晰与舒适 通常在室内摆放植物 可以分为几个空间 客厅 卧室 书房和卫生间 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功能 自然也就需要不同的大小和品种的植物了 今天我们就跟着匠官到园艺师周小姐的植物空间里 去见识一下吧 周延 园艺设计师 一走进周小姐的家 就发现周围摆满了赏心悦目的植物 我说匠官是不是有大开眼界的感觉呀 赶紧讨教几招吧 而且比方说我们的客厅 植物的摆放的话 有没有什么讲究 比方说在品种上边 嗯 当然有很多的讲究 一般我们建议在家里摆放植物的时候呢 要有高低错落感 然后要有一定的功能性 嗯 对 比如说像我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三尾葵 啊 我们过去看看 嗯 三尾葵呢 它能够吸收甲醛和二甲粉 同时呢 它又被称作为天然的加湿器 因为它可以散发大量的氧气和湿度 如果这样这种像在杭州这样子干燥的气候里面 如果有这么一株植物是非常好的 客厅作为嘉宇的银客空间 要给人热情大方 朝气蓬勃的感觉 在角落里放一株较高的纤细植物 有非常好的空间视觉调节作用 而三尾葵不仅看起来舒服 更有调节空间湿度的作用 是天然的空气加湿器 放在客厅还能体现主人的品味 当然 除了这种功能性的植物 还可以在客厅里放一些 日益极强的风水植物 这种植物其实非常的有特色 你看它的高度和它的整个品项造型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富贵如意的名字 叫做玉奇林 它不但很漂亮 而且它还有很强大的功能性 第一 它可以吸收像电视啊 影响啊 散发出来的辐射 它跟辐射都可以吸收 对对对 同时它也非常的好养 它是属于仙人长类的一种植物 非常的好养 而且在风水上面有一种特别的说法 属于叫做化煞 化煞 对对对对 有逢凶化极的寓凶化极 对 在里面 植物也有阴阳五行之分 在不同的环境恰当地使用它们 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调节作用 在客厅里摆放一些风水植物 如玉奇林等具有旺宅化煞的磁场 可以调节主人的运势 帮助主人增强有力气场 家里大部分都有很大的茶几 或者编辑 我们可以考虑在茶几或者编辑上面 放一盆像这样子的水培的白掌 或者粉掌 水培让人感觉很通透 很清爽 在家里非常的养颖 水培植物给人清新的视觉感受 环保卫生 观赏心墙 白掌的高度始终 放在茶几上 不会遮挡住人的视线 影响人的交流 还有一番风顺的地理 是非常吉祥的观赏性植物 看完了客厅 咱们再去卧室看一看吧 卧室是人们忙碌了一天休息的地方 因此需要清新的空气和安静的氛围 在选择植物的时候 应该尽量配上功能性植物 调节夜间空气 帮助人们睡眠 那么哪些植物具有这样的功能呢 比如像我身边的虎皮栏 其实就是非常适合摆放在卧室里面的 第一它很好打理 基本上不用怎么浇水啊 养护它 第二呢它能24小时的释放氧气 包括在夜间里面 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会感觉到 氧气量比较充足 当然会有一个更好的睡眠 像那边那一株非洲茉莉 也是很适合在室内摆放的 非洲的茉莉 对 看起来有点像茶树啊 对对对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适合在卧室里养殖的植物 因为它会挥发一种精油性的物质 而这种精油性物质呢 是有助于人睡眠的 能帮助你睡得香 吃得好 但是我呢听朋友说